PETA SERA 版本 大家好,歡迎回到學憤鬥 今天會繼續討論PETA SERA 上次我和大家分享了6萬隻遊戲的HARD DRIVE 那段影片也蠻受歡迎 我想因為HARD DRIVE 有6萬隻遊戲 即是 Plug & Play 所以吸引到很多新的朋友,可能沒什麼BETA SERA 的經驗去用這個HARD DRIVE 那段影片出了之後,就很多人問我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今集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運作,必須要知道的東西 以及會教大家怎樣去Backup Roms Delete Roms 或者甚至加一些Roms 如果大家有購買收到貨的話,不懂得用 就不要錯過今集分享的東西 又或者如果有興趣自己開始安裝PETA SERA 今集都有一些入門基本知識是需要知道的 好了,自從上次拍完影片之後 即是HARD DRIVE 6萬隻遊戲之後 都算蠻受歡迎 有很多網友問我問題 我今天會先解答一下一些大的問題 以及講解一些基本的運作 最後會教大家怎樣去加遊戲 去Backup 遊戲等等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有網友問我 他成功在電腦開到HARD DRIVE 接著進入到這個畫面 但是為何沒有音樂呢 沒有背景音樂 沒有聲音 其實很簡單 我們先在這個算單畫面 按開始之後 我先回答網友問題 我們去System Setting 這裏呢 就可以去到 Audio Output 這裏 原本Default可能不是Auto 我忘記了 Default可能是HGMI 如果不是直到HG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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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未必能出聲 要在這裏選擇 你自己出聲的位置 甚至乎設定在Auto 會自動Default Default Default 在這裏選擇後後 就可以了 就應該會有聲音 趁我們在這裏之餘 還可以在System Settings 就看到 有Information 有Language 這裏可以改中文 如果大家方便 如果大家習慣看中文 這裏可以改語言 有簡體 有整體 我用漢英文 所以我就保留英文 跟著Information 這裏 就可以看到 你現在正在用的 電腦 Hard drive 等等的資料 今天我亦都會測試 我用我的工作機 大家看到 CPU Model i7 我那裏是8Gen 8750H CPU 2.20hz 都整個四五年前的機器 當年都算是高階 現在這些很普通的機器 但這個機器已經可以運行到 PS3等等的遊戲 一會和大家測試一下 都會 由頂開始 現在這個版本 就是Betacera 29 來的 2020年12月3號 現在最新 Betacera 就去到 Version 32 我 我不建議大家 除非你很懂得怎樣做 如果不是的話 我不建議大家 在一個Hard drive 設定好 Betacera 已經有了圖 好像現在買這個 六萬多個遊戲的Hard drive 我不建議大家 安裝完之後 設定好 在這裏直接 更新的Firmware 尤其是最新的Firmware 最新的Firmware 最新的Firmware 我都看到 我沒試過 但我看到有些人用 某些電腦 是有些 未是很穩定的 但玩的遊戲 模擬器 玩到的話 是更好 效果 但我不建議大家 在一個Hard drive 設定好之後 直接更新 除非你好知 自己在做什麼 再不然的話 你Backup 之後 再改變 會更穩定 但我覺得 如果運行得順暢 而這個Hard drive 已經設定在這個版本 我不建議大家 再改變 遲些玩熟 後再做改動 這裏 User Disk Usage 這個就是你的Hard drive 有多少 我們這個買回來 2T 扣除所有的東西 扣除 System 等等的東西 還有1.79T 現在用了1.7T 現在差不多 不夠1T Anyway System 有2T 電量 Temperature 這些是基本資料 Backup 首先 如果大家不知道 如何上網的話 Network 接著 在這裏 Enable Wi-Fi 之後 連回 SSID 連回 Router 打回 Wi-Fi Password 這樣就可以上網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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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加新遊戲 可以直接 下載圖 等等 操控器 這裏 用來設定操控器 如果大家 問我 Bluetooth 可以嗎 這裏配合 Bluetooth 在這裏配合 就可以了 基本上 你的電腦有Bluetooth 的話 應該都可以 支援到 很多不同的 操控器 我想想想 還有些什麼問題 大家問我 還有些基本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再按 開始 接著 在這個 Game Collection 設定 買回來 六萬多個遊戲 如果擁有過 或看過之前的影片 你一邊看 你一邊看 都真的很多 系統 不可以看 都好像有百多個 所以有時 太多遊戲 選擇遊戲 是非常難的 譬如有些遊戲 不是常玩的 你又不想小 但又想不想看 那麼多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做 這裏 這個Collection Display 就可以選擇了 第一個System Display 我們按進去 現在我選了41個 原本開頭 應該是全部都檢查 基本上你要那些 你就選擇了 不要那些 就不要選擇了 那我呢 我呢 就只選了41個 這樣的時候 就會 小一點 做得快一點 那些不是常用的 可以按走 這裏 可以做一些 你最愛的 等等的東西 那這些 自己可以試一下 設定 或者自己的Create 都可以 這個Game Collection 設定 就是用來 看你怎樣組合你的遊戲 對啦 再來 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刪除遊戲 先 譬如我進來這個 PS2 我之前加了這隻遊戲 我之前加了這隻遊戲 可以看到有些遊戲 你是不玩的 絕對不需要 backup 或者有些什麼 重複的遊戲 你覺得是不需要的 那你在遊戲上 就可以按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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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 information 看看 現在是 1.69T 即是剛才的遊戲是 很小的 沒有一極 Anyway 就是這樣去 delete 我們再 back 回 去回 PS2 如果我們要加遊戲 那是怎樣呢?我們再按一按 選擇 option 先 接著我們去 View Options 下面 這個 View Customization 這個位 接著再去 File Extension 這裡 我們先按一按 你看到有 8 個選擇 那這個是什麼呢? 代表 PS2 的遊戲 它是讀到什麼形式 現在這個有 ISO MDF NRG Bean 等等的東西 有些 譬如 我講一下有些 因為很難每個都講 即是你檢查到 如果有些沒有檢查 譬如我是打算放 ISO 遊戲進來 但這個沒有檢查到 它是沒有檢查到的遊戲 所以記住 如果我譬如知道我 PS2 遊戲 那個 ROM 是 iOS 我就一定要檢查 ISO 的 file extension 才可以檢查到遊戲 現在我檢查到這個 先檢查一下 然後我 back 回 那我現在就試試 進入 PS2 遊戲進來 要出來最外面的 在這裏就在鍵盤上按 F1 在這裏是什麼呢? 在這裏就是左邊 這裏其實可以直接讀到 你 Hard Drive 裡面的資料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Beta Serra 的 Setup 的話 在 Windows PC 裡面 不是可以直接讀到你裡面的東西 因為裡面有部份東西是 Linux 的 Back End 所以在 Windows 的話 可能需要一些軟件才能讀到的 所以最方便就是怎樣 因為你現在已經插著電腦 那電腦有多幾個 USB 基本上你進來這裏 就可以直接插另外一個 USB 的 Hard Drive 也好 總之有你遊戲的 USB 、 Hard Drive 也好 你插下來直接在這裏過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有些問題就是 有些網友就說 怎樣 Back Up 一些 ROM 啊 即是遊戲 或者怎樣加遊戲 在這裏做完就可以了 但我建議 譬如你 Delete Game 呢 就用回剛才的方法 因為直接在這裏按走它 它的 System 不知道它還想弄 就可能弄不到這遊戲 所以就在外面去 Delete 會好些 Anyway 呢 左邊這裏有寫 ROM 啊 Share BIOS ROM 啊 那BIOS 呢 你加了一些 BIOS 啊 如果沒有的話 但是這隻 Hard Drive 呢 就設立好了 所以就已經有了所有 BIOS 了 那我們 ROM 呢 所有遊戲就放在這裏了 如果你只想 Back Up 一些 ROM 去一個 Hard Drive 呢 放回其他 System 上面 或者怎樣都好 那你直接在這裏過就可以了 即是你看到 PSP 就是 PSP Game 啦 剛才的 PS2 又不是 PS2 啦 基本上這遊戲就放在這裏了 它普遍都應該是 ISO 來的 它普遍都應該是 ISO 來的 PS2 的話 基本上因為我這部電力有很多 USB 啦 那我現在有插一個 Hard Drive 給自己 Back Up 的遊戲 那我現在插了先 剛才光的頭可能大家看不到 現在看到左邊的東西啦 好啦 插了之後呢 我那個就有 No Label 這個啦 就是這個我放在遊戲的 Hard Drive 啦 那如果當我想過遊戲是怎樣過呢 那我按去 PS2 啦 那剛才我不是試一隻 Urban Rain 的 那我已經刪掉了 那我現在再過那隻先啦 那我放在這裏的 那有個 ISO 啦 那我 copy 這個啦 然後去回 ROM 的位置 就是我現在 Better Setup 的 ROM 啦 那裏 那裏裡面的 PS2 然後直接配置在這裏 那因為 USB 3.0 直接過去 USB 3.0 應該都不會太慢的 好啦搞定啦 同樣啦 如果你想 Back Up 這些 ROM 呢 直接把這些 copy 去 你的 Hard Drive 上 譬如我 No Label 就可以放在這裏 那就可以了 對啦 那整理好之後呢 我們怎樣回到 Better Setup 裡面呢 我們按 File 這裡 Close Window 就可以了 對啦 那我出回到這裏 那我先弄回光一點 那我先按進去 PS2 啊對呀 還有一樣東西先 就按一按 Start 先 那去 Game Setting 裡 要先更新的 Game List 先的 那去 Reload 一次 要不然呢 未必出到你剛才的 Game 的 對啦 那我再 Urban Marine 在這裏 但是現在呢 什麼圖都沒有 按呢 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現在在遊戲的名字上面 按 Select Option 對啦 跟著在這裏呢 我們就去到最下的這裏 Adit This Games Metadata 跟著在這裏呢 我們就去 Scrape 對啦 跟著它就會 一定要上網啦 那它就會上網 露出一些資料出來的 那 要確定是否正確 那它已經有了 資料在這裏 有了圖了 那OK的話呢 我們再按 A 鍵 Accept 然後再按 Back 那它就下載了 那它就下載了 相片 和資料了 對啦 那OK的話呢 我們按 Save 然後再 Back 出回來呢 就已經有圖了 對啦 就是這樣了 我先試一下遊戲 上次和大家試過魔方玩呢 就 可能不是每隻隻PS2都那麼順暢的 但是呢 我如果用我現在這部電腦呢 就基本上PS2是絕對沒問題的 一陣間可以找隻PS3試一下 對啦 那要離開的話呢 那你設定了個鍵 你設定了個鍵 你設定了個鍵的時候 有一個Hotkey鍵 按 Hotkey鍵 按 Hotkey鍵 按 然後按 Start 這樣就可以離開PS2了 其他的ROMs 都是按Hotkey鍵 按Counter 按圓圈 會有不同的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我會給大家一個圖 給大家看大致上用些什麼的 有些模擬器呢 可能會用RetroArch 大家熟悉些 就可能耳控制一點 因為一按 可能會跳回RetroArch 你可以按Save 按Low Save 然後耳控制一點 要不然 就可能要按A鍵 B鍵 等等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 就是 Battlesera 因為始終用Hotkey鍵 進行 盡量不要 就這樣關機 要關機 要關機 盡量按 Start 去 quit 這裡 接著 在這裡關掉整個系統 就會安全一點 如果你每次都 就這樣硬關掉 那部機 就 長久來說 就有機會會弄壞 所以建議大家 按這樣去關掉系統 會比較好 基本的事情大約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歡迎下面留言 有什麼我會 我盡量 如果在文字上解答到 就馬上回答你 如果不可以的話 可能我 多人問的話 我會拍一集去講 少少 方便少少 因為有時候 未必 打字那麼容易 解答到大家 再來我撕 PS3 遊戲 我現在正在用這個 Laptop 強一點 PS3 應該是沒問題的 這隻都是跟機有的 上次魔方 拌來這個畫面 就輕了 機拌不到 今次都 繼續拌 不停 似乎沒有什麼問題 玩是玩到的 都是說個問題 大家最主要問 就是 哪隻遊戲能否玩到 哪隻遊戲能否玩到 大家要清楚知道 一件事 我們這個 只是一個Hard Drive Betazera 其實 很多遊戲都支援 但是 玩得順暢 玩得不順暢 玩得不玩得到 那隻遊戲 就不是靠 一個Hard Drive 是最主要看 你的電腦有多厲害 才能否玩得到 這個遊戲 所以有網友問我 例如 世家的Super Model 3 玩得不玩得到 它這個 跟六萬隻遊戲 它沒有包含這個 但是 我看過 Betazera 是有人用得到的 所以我都要找一次 試一下 因為我真的喜歡玩 Spike Out 就有很多 很大機會 我都會試 如果有時間試 試完之後 我會再拍一段影片 拍一集 再跟大家分享 我挺肯定 Betazera 是支援的 但就看看 你的電腦能否玩得到 我這部玩 PS3 沒什麼問題 至於進入PS3遊戲 它其實已經幫你設定好很多東西 所以已經進入遊戲 是容易很多的 但是 PS3 入遊戲 可能是VU 等等 那些 方法應該差不多 但是 可能要做少少 這些 我下次再詳細 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又未解答到的話 真是歡迎大家留言 我一有機會就會解答大家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給個Like 還未按訂閱 按訂閱 再按鈴鈴鈴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你喝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Pal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裡面有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